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請大家打開講義第三面 我們這顆講到解釋標題 先解釋佛 佛陀的生命是萬德莊嚴的 我們的生命是充滿的痛苦 當然這個都是有原因的 因為佛陀的內心世界 它比我們多了一道智慧的光明 我們缺乏智慧的光明 雖然我們有一種離古得樂的動力 但是我們在快樂當中 卻陷入了輪迴的生死果報 惡性循環 我們在享受快樂的時候 帶動我們的煩惱 由煩惱啟動了生死的殺到淫妄的業力 由業力創造了老病死 在老病死當中 我們又尋求快樂 又帶動了新的煩惱 這個就是生死輪迴的噩夢 我們很難醒過來的 直到有一天佛陀出世了 那麼佛陀當然 他是沒有生死輪迴 他是願意來到人世間 那麼佛陀跟我們的差別啊 他心中有三道光明 是我們該學習的 第一個空觀的智慧 佛陀遇到事情 第一件事情 用空觀字條 照見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惡 他觀察他的身心世界 是無我無我所的 佛陀的生命 只有一種菩提的願意 沒有自我意識 沒有說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沒有這種概念 他沒有對立心的 那麼第二個 假觀的智慧 佛陀造完造了自己以後 開始造一切眾生 他知道眾生差別的根基 知道每一個眾生煩惱的厚薄 善根的淺深 他知道怎麼去教化每一個人 這個非常不容易 假觀的智慧是最難的 因為甚深廣大 我們看佛陀的三道 我們成佛三大阿貞集結 空觀只要修一大阿貞集結就夠了 我們要花兩大阿貞集結來修假觀 往學無量法門通達一切無量的賞昧 才可以成就萬德莊嚴的佛陀 要花三分之二的時間來寫假觀 當然 從往生淨土的角度 假觀的智慧是不著急的 我們要做的是第一件事情 先求往生 所以 在凡夫未來 以空觀智慧那條 是我們的修學重點 人生短暫 你不能什麼都去學的 因為你沒有太多時間 你要抓緊時間去學習 跟臨終正夜有關的 而這個就是我們的上課主題 怎麼樣破忘選真 怎麼樣消除顛倒 就是以空觀為根本 那麼當你空觀的智慧跟假觀的智慧達到平衡的時候 就是順入中觀了 所以我們陳佛知道 從長眼的布局來說 我們應該記住空假中三觀 但是就著今生的重點 偏重空觀 因為以了生死為第一要務 是這個意思 那麼空觀的智慧是我們的目標 那麼它的過程呢 方法呢 我們來談談方法 這個法就是 讓我們達到智慧的一個過程 就是法門 我們來看看這個解釋 法 什麼是法呢 是一種鬼詞 這個鬼呢 是鬼身誤解 第二個 認識自信 一個法 的案例 它必須兩個條件 第一個 它有它自己的體性 比方佛陀說 生死法 它就不是涅槃 說涅槃 就不是生死 它有它的獨立的體性 第二個呢 它必須要讓對方理解 它必須要有一個解釋的鬼範 那麼這個鬼範呢 讓眾生能夠理解 這樣子才構成法 它有它的特性 而且 它這個法描述出來 讓每一個人都能夠了解 哦 原來這個是 雜欄法 原來這個是清淨法 原來這個是生死 這個是涅槃 我們能夠很快地把它區分出來 它能夠讓大家能夠產生理解的 這個叫法 那麼簡單地說呢 佛法就是宇宙人生啊 我們怎麼樣成就覺悟的一個過程 它的法門 這個地方開出來 天台中的法有四個次第 教法 禮法 行法 國法 教法 引申我們的信心 那麼教法當中所詮釋的道理 夜果的道理 空甲中的道理 是一種讓我們理解 那麼透過這個理解 我們付出行動 就是修行 有這個三規五戒啊 這個六波羅蜜等等 修行的法門 最後成就 最後的功德的果證 那麼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剛開始要注意的就是這個教法 這個最重要的教法 如果你對教法不理解 你就不會珍惜 你不珍惜 你休息就沒有力量 你悠悠犯犯了 每一個宗教都有它的教法 那麼佛陀的教法跟一般的教法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這個世界上很多宗教 都有它的教主都安利很多的教法 那麼從佛陀的角度的解釋來說 一般的外道的教法是沒有傳承的 沒有傳承的 他們往往是在禪定當中 自己的一個概念 然後他在禪定當中有所覺悟 那麼他自己就講出來了 比方說外道很多的驰牛戒驰狗戒 外道有的像牛戒驰狗戒驰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禪定當中 看到牛死了以後升天了 看到狗死了以後升天了 他不知道這個牛跟狗 是因為過去的善業起現行而升天 他以為是牛跟狗的行為 死定他升天了 所以他要到弟子 像牛戒驰狗戒驰 那麼佛陀的教法 絕對是 要有佛陀的出世 才能夠宣說出來的 所以你看所有的經典 第一個是 如是我聞 這些道理不是阿蘭尊者 我阿蘭尊者 我阿蘭尊者能夠有這個能力的 是我聽聞而來的 那是一種傳承 那麼這個教法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在文士學講的比較徹底 他說佛陀的教法叫做清淨法界等流正法 是佛陀的清淨的大波涅盤的心中 透過他的善巧方便流露出來的語言文字 他等流嘛 佛陀的大波涅盤清淨法界是佛陀自受用的 佛陀覺悟的真理是不能形容的 所以這個道有兩種 第一種道是離言說像的道可道非常道 就是佛陀的道 是不能描繪的 不能解釋的 但是不能解釋 那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佛陀必須要善巧方便 透過語言文字來加以形容 比方說 我們不知道什麼是真心什麼是妄心 什麼是打妄想 佛陀說真實的心性像大海 是廣大的 我們打的妄想像一個水泡 是狹隘的 我們只在乎眼前的生活 那種執著 所以這叫水泡 你放棄了水泡 你得到了更大的大海 所以佛陀很多的譬喻的語言文字 讓我們了解到 原來我們放棄我們心中的慾望 我們是可以得到更多東西的 那麼這些教法 就是從佛陀的大波涅般的心中流露出來的 叫清淨法界等流正法 佛戰士的時候 諸位可能會知道有一個很有名的護法 叫做虛達長者 他是佛教裡面的大護法 那麼他生前就正在出國了 正在出國他有誓不壞性 他對佛法生三寶有堅定不移的信仰 所以他就宣布所有的出家的申保 只要你有所需求來到我的庭宴 我一定滿你的願 那麼這個比丘呢 如果有需要 他就走到這個虛達長者的門前 那麼他說我需要一個杯子 這長者就送到一個杯子 我需要一個鍋 長者就送到一個鍋 我需要一件袈裟 長者就送到一件袈裟 但是這個虛達長者是一個大副長者 他的體驗廣大 好幾個城 好幾個店 所以這個比丘往這個虛達長者門前一站的時候 他門前有一個大樹 大樹上面有一次鸚鵡 這個鸚鵡就趕緊飛到內院去 跟長者說 比丘來了 比丘來了 那麼長者就知道 有比丘來了就趕緊出去 你需要什麼 就給你什麼 所以每一次比丘往這個長者門前一站的時候 這個鸚鵡就負責通風報信 做這件事情 一方面也隨時讚嘆 讚嘆長者對三寶的父子 那麼有一天 大智慧的佛陀 他觀察這個鸚鵡的夜報將近 他就跟阿蘭尊者說 你早上脫婆之前先幫我做一件事情 你趕緊去這個大副長者的家裡 你跟那個鸚鵡開示 四句話 第一個 此是苦 辱因之 此是疾 辱因斷 此是道 辱因修 此是滅 辱因正 講這個四聖地的法門 那麼這個時候 阿蘭尊者賢佛陀的辭命 就到了這個道父長者的門前一站 這個時候這個鸚鵡又要去通風報信 阿蘭尊者說 我有事跟你說 你先下來下來 不著急 那麼他就跟鸚鵡說 佛陀要我告誡你 此是苦 辱因斷 此是疾 此是苦 辱因斷 此是疾 辱因斷 此是道 辱因修 此是滅 辱因正 知苦 斷疾 莫滅修道 這個因為我聽到這個法以後 起大歡喜 在樹上繞樹七次 七次以後 再飛到長者的面前 通報阿蘭尊者來了 那麼這次一五後來 沒多久 在中午休息的時候 被狐狸給吃掉 在樹上休息被狐狸偷襲 吃掉 吃到比丘都很傷心 因為我們當初去長者面前 脫波的時候 要東西的時候 都是靠到通報的 趕他的恩阿 那麼這比丘就跑到佛陀說 那這個一五死了以後 到哪去了呢 佛陀說這隻鸚鵡 在死亡之前 聽聞佛法 深大歡喜 讚嘆 所以他呢 從先到四天亡天 在道立天 月磨天 鬥帥天 乃至於到 他化世在天 在異界諸天 七次的亡返 七次的亡返 四天亡死了以後到道立 道立天就到月磨 月磨到鬥帥 那麼七次亡返諸天以後呢 最後一生 佛陀在人世間 在一個沒有佛法注釋的地方 自己覺悟成就聘之佛 也就是說 我們聽一個事間的概念 你學心理學 學科學 聽完以後會證成一個知識 但這個知識呢 它到你的心中呢 它不能產生一種 滅惡深善破旺顯身的效果 沒辦法 但是你把佛法聽進去 諸位 你來這個地方學習佛法 即便你今生非常懈怠 你都沒有如實地去做 但是你也公不堂倦 因為你把佛法的道 那個種子種進去了 佛法的功德它會產生一種秤 它會運載你 你總有一天 你的善根發動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強大的力量 它會讓你不得不學佛 不得不學佛 你不學佛都沒辦法 如果你的善根成熟以後 是沒有煩惱能夠抗拒的 所以這個教法 因為它為什麼有這種力量 因為它是從佛陀的涅槃心中流露出來的 是佛陀施射出來的 它有引導你去向涅槃的力量 這個叫清淨法界等流正法 那麼我們通過這個法門的修學 我們就能夠達到前面的覺悟 所以佛是一個目標 法是去向目標的一個過程 我們再看第三個修 這個修我們晚一點講先改學 因為這個次第要先學才有修 先看學 我們先把這個學練一遍 試學 言真窮旺 達理生性 明知為學 再把這個修也練一遍 試修 磨練身心 對志習氣 明知為修 佛法的修學 它有理觀跟試修 理觀就是學 言真窮旺 達理生性 學 主要的是學習兩個事情 第一個 什麼是真 什麼是旺 如何破旺顯真 這個叫做學 那麼這個學當然是一種智慧的觀照 透過智慧觀照 我們能夠安住空性 調伏愛曲 最後倒歸菩提 安住力 調伏力 引導力 這個是我們整個學習的重點 那麼你的新地法門成熟以後 我們就有資格 從空出甲 來修 修六波羅蜜 那麼修六波羅蜜 一方面懺悔業障 一方面積極之量 在歷世戀性當中 一方面消除我們無死的罪障 一方面積極廣大的福德之量 這個叫做修 所以它這個次第是先有理觀 再有試修 先學習 那麼做好內心的調伏 引導 然後才有所謂的付出行動 我們做最後的蓋藥 做一個總結 先把它練一遍 試蓋藥 蓋總瓜大綱 藥三凡取藥 那麼 當然佛法很多 我們說過佛法是聖身廣大 那麼我們希望對一個初學者 我們提起他的大綱 那麼找出他的耳藥 那麼我們把整個佛法分成四個主題 發心政見修行正果 那麼發心政見這兩顆是基本功 它裡面都沒有牽涉到任何的行動 就是還沒有行動 佛法說打開你的眼睛 先有目標 發心就是設定目標 第二個政見 就是做好智慧的觀察 你遇到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不要緩應太快 記得 在緩應之前 先想想佛法的道理 學佛你要進步 真的 你反應要慢一點 因為你的直結都是習氣 你的直結都是錯的 大部分都錯的 而且大部分都會讓你後悔 因為你 我們就是沒有智慧才會流轉生死 所以 在佛法的角度裡面 在菩薩界第一念的差錯 它不怪你喔 菩薩界第一個直結上的煩惱不怪你 你第一個念頭起煩惱不怪你 但是你第二念 你的光明沒有關照 這個就是你的問題了 你懈怠 因為直結性的犯錯不能怪你 這個你沒辦法控制 但是第二念以後你沒有對峙 表示你沒有做好心地法門 所以佛法是從第二念開始對峙的 我們沒辦法做到第一念 第一念一定是你的習氣了 所以這個發心跟政見這兩課 是一個禮觀 把你的基礎打好 然後修行就是付出行動了 就是你這個基礎打好以後 那就是個人選擇了 你喜歡修什麼法門 這個基礎打好的 你把它喜歡蓋一個茅棚 或者蓋一個豪宅都可以了 就看你的人生規劃了 看你的時間長短了 所以這個修是有選擇性的 但是發心跟政見是共同科目喔 你要好好學習喔 這兩課你要學會的 你從今以後 你就知道怎麼樣面對人生啊 你的態度不一樣 而這兩課也是成敗的關鍵啊 發心片跟政見片 諸位我們要知道一個事情 就是說 其實 我們無量節來 我們經歷過很多的生命 其實我們也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看看我們的過去 我們做過很多的不失實際忍入的善業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 還是這樣的一種 輪迴的一種生死 生死情況呢 因為我們沒有做好理觀的智慧 所以我們所有的善業都沒辦法超越生死 不能達到波羅蜜 我們的心理素質太差了 所以你不要小看前面兩課的心理建設 那個發心跟政見 這兩課是所有的基本功啊 這兩個基本功你建立起來 你修六波羅蜜 修六度法門 每一個法門變成波羅蜜 你建立這個基礎 你提起佛號叫做臨終正念 前面兩課是重點 發心跟政見 觀照力跟試驗力 這個禮觀太重要了 好 那麼我們等於是三凡其要 把整個佛教的禮觀跟世修 三凡其要的跟著做一個簡介 好 那麼到這裡等於是解釋標題 我們看第二個教主烈史 我們看釋迦摩天佛一生的歷史 這個地方有三大段 三大段我們先看第一段的總標 先看總標 請合掌 無量受金雲 於無量世界現成等絕 我們先把這個文消失一下 那麼佛陀來到人世間是怎麼來的呢 佛陀是依止親近的法身 那麼同時在無量的世界 試現成佛 那麼這個地方最重要的關鍵在這個現 視現 佛陀度化眾生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佛陀成就一個淨土 然後把眾生接到淨土去 這種比方說阿彌陀佛採取的方式就是這樣 他先創造一個淨土 然後把眾生 他提出一些條件 怎麼樣能夠往生他把條件提出來 然後把眾生接到淨土去 然後他慢慢地叫化 這是在淨土成佛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在繪土成佛 這個就很困難了 比方說釋迦摩尼佛 他採取的手段是這樣子 釋迦摩尼佛是來到人世間陪我們流轉 我們也是有生老病死的過程 也有起漆的過程 我們待會看到佛陀也是起漆的 那麼視現所謂的八項成道 然後從在我們成長過程當中 佛陀宣揚他的道理 讓我們覺悟 所以佛陀的度化眾生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佛陀主動來到娑婆世界 來到繪土 第二個佛陀把我們接到淨土去 那麼釋迦摩尼佛採取的方法 是在無量的繪土當中 視現成佛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幾種情況 它不是成業而來 它是成願而來 眾生善根成熟了 佛陀從法身當中變化一個硬化身 來陪我們成長 那麼在成長過程當中 佛陀把他的道理講出來 然後記錄下來 流通後世 是這個方式 好 那麼這次總標我們看別名 別名當中有八段 先看第一個 入胎像 請合掌 父禁犯王母摩耶夫人 金雲楚都率天 弘軒正法 舍彼天公 降神母胎 那麼 佛陀的出世 當然就有一個父親跟母親 因為他既然要視現 那麼為什麼佛陀要有個父母呢 其實理論上 佛陀來人世間 他不需要父母 理論上 因為他沒有那個業力 沒有業力那就沒有所謂的胎的問題 那 有人就問祖師說 那為什麼佛陀要出生呢 要納妻呢 這個是這樣子 如果佛陀沒有經過母胎的出生 這有一個嚴重問題 就是佛陀不是正常人 假設佛陀能夠石頭跑出來的話 那麼 那我們會覺得說他跟我們不一樣 那麼這個是我們會質疑 他說的法我們做得到嗎 他如果沒有感同身受的 跟陪著我們視線 從母胎裡面出來 就會連帶著我們對他的法 產生質疑 說這個法 是不是太高深了 我們做不到 所以佛陀他必須遵守 遵守凡夫流轉的鬼則 還是有一個父親母親 因為他讓我們知道 他跟我們是完全一樣的 他當初是一個凡夫的時候 他也是從這個過程而來 也是天天倒倒 後來學習佛法 出現了光明 然後才做一些生命的改變的 所以佛陀必須有一個父親母親 那麼就告訴我們 他跟我們的過程是一樣的 他也曾經流轉過 那麼父親是禁飯王 母親是摩耶夫人 我們看經典上說 楚都率天 洪宣正法 凡夫 他有入胎 但是凡夫在胎中 這十個月 什麼事都做不了 但是佛陀在摩耶夫人的母胎當中 表面上是住在母胎 但是他同時 他是在都率天 為眾生說法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出胎之前 他也不是只是在母胎呆著 他同時在都率天 為諸多的天人菩薩 來宣說佛法 那麼等到他入胎的因緣成熟以後 捨棄的都率天公 才降神母胎 從母胎裡面 才真正的出來 這個 為什麼儲胎都在都率天 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 異界天 太過方異 夏天 異界天 四天王天 化樂 一四天王天 這個 都率天 夜魔天 套利天 都太過方異 那麼三二天 色界無色界 太過較慢 因為他禪定高升 所以很難叫化 那麼在三界的諸天當中 只有都率天稍微好一點 他沒有夏天的 這個欲望的放逸 他也沒有上天的 雖然清靜但是高慢性太重 所以都率天相對是比較好的 所以賢傑千佛 我們釋迦摩尼佛是賢傑千佛 第四尊佛 對不對 所有的賢傑千佛 都是在都率天 等待降神母胎的 這個意思 因為他的這個 都率天相對來說比較好一點 好 我們看出生相 出生 我們把它唸一遍 謝謝 約西元前六百二十三年 中印度嘉皮羅衛國 藍皮尼元 無憂大樹 信釋迦明西達多 金雲崇佑協聲 現行七步 光明顯耀普照十方 無量佛土六種震動 舉聲自稱無當於是 為無上尊 示範奉事 天人歸陽 那麼釋迦摩尼佛的出生的時間 在西元前六百二十三年 這是根據藍傳上宗部的說法 那麼這個時候是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 春秋戰國時代是在 西元前兩百年到七百年 這個五百年的時間 而這五百年的春秋戰國時間 在歷史學家叫做軸心時代 又叫做黃金時代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五百年當中 世界各地同時出現了他們的 精神文明的導師 比方說中國的孔夫子跟老子 比方說古希臘的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 比方說古埃及的猶太先知 又比方說印度的我們的本師 釋迦摩尼佛 都是在這五百年同時出現 所以這個五百年叫做軸心時代 這個是人類的文明的一個啟動的時代 那麼釋迦摩尼佛也正是在這個時代出現 在西元前兩百年到七百年 這五百年中間 是人類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時代 那麼他出生以後是在什麼地方出生 在中印度的加比羅衛國 這是個小國家 因為那個時候印度有十六個國家 他們是分裂的十六個國家 那麼其中一個小國叫加比羅衛國 那麼他出生的是在南皮尼岩 就是摩尼佛人在花園散步的時候 他走到一個大樹叫無憂大樹 那麼他把手放在這個樹上 這個時候他的右鞋就出現一個白色的氣體 就出生了 那麼他是姓釋迦族 他的名字叫西達多 西達多太子 我們看這個經典的描繪 先看他的出生情況 從幼學生 身為一個尊貴的佛陀 當然不可能從產門出現 他就是從無憂大樹的摩尼夫人 她的手靠在 他說他是要去採一朵花 那麼採花的時候把這個手一舉 這個右鞋就出現了一個白色的氣體 就出生了 從右鞋身 出生以後呢 發生什麼事呢 現行七步 光明顯耀 普照十方 無量佛土 六種震動 那麼佛陀出世以後 出現三個很特殊的情況 走了七步 走了七步呢 第一個出現 強烈的光明 聽說在周朝的時候 那些太史 他有看到在印度這個地方 有出現一個很大的光明 在歷史上有記載 那麼這個我們合理的推論 應該就是佛陀出現的時候 光明顯耀 普照十方那個光明 佛陀的身體出現強烈的光明 第二個呢 無量佛土六種震動 這個世界 這六種震動 它的本意是六個方向 東西南北中間還有邊緣 那麼它表法呢 表示六根的震動 然後淹耳鼻塞生意 即將改變 所以產生震動 那麼這段是說明 釋迦牟尼佛出現以後出現的三種類像 現行七步 那麼光明普照 那麼六種震動 三種類像 那麼出現三種類像以後呢 佛陀就說話了 佛陀為自己做一眼 說我為什麼出生呢 佛陀是有目的的 我當一世為無上尊 四方奉事天人歸陽 他說 我來到人世間 我要陪一切眾生流轉 那麼最重要是 我要在這個地方 視現成佛 來宣揚佛法 來教化眾生 那麼講完以後呢 釋迪環音跟大凡天王 就侍奉在佛陀的旁邊 諸天產生歸陽 我們凡夫的肉眼 什麼也看不到 但是天人不一樣 天人是有天眼通的 在經典上說 天眼看到佛陀出世 他不一定知道他會佛陀 他是一個佛陀 但是天人會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人是不可思議的 他們會知道這個人是大功德的 天人會知道這個人是大功德的 但他當然不知道這是佛陀 所以他看到這種大功德的出現 諸天啊 諸天跟我們凡夫最大的差別 你不是修善就能夠升天的 不是這個意思呢 我們到了六波隆會說 修善可以保住你做人 你要升天要有德橫的 你要有一點羞恥 諸天一個很重要的德橫 他隨其讚嘆 諸天不太會嫉妒別人 你比我好 他就尊重你 所以你如果只有修善 你沒有德橫 你上不了天人 你連異界天都上不去了 所以天人看到佛陀出世 但是啊 他們很自動的 就供奉在這個 其實這個人是個大功德的境界 所以就供奉在這個 世大太子這個 一個小嬰孩的旁邊 在旁邊候著 那麼諸天啊 內心對他產生很多的歸意 那麼 當然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看很多的偉人出世都有類像 何況是佛陀呢 因為佛陀為什麼會光明普照 為什麼六種震動呢 因為佛陀的出世 表示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世間的光明即將打開 眾生的生命即將改變 我講實在話 如果沒有佛陀出世 我們根本搞不清楚東西南北 你就是一天過一天唄 該幹啥幹啥唄 如果沒有佛陀的出世 沒有佛就沒有法嘛 沒有法就沒有人出家嘛 來住職政法就沒有聖保 那麼這個就是黑暗世界嘛 每一個人就完全根治自己的感覺嘛 各憑本事嘛 看誰福報大嘛 就在娑婆世界裡面 就是這樣一天過一天唄 所以佛陀的出世 表示了 法寶的啟動 所以普照 在十方世界 普照十方 光明普照十方 表示這個世界上即將出現光明 第二個眾生學習這個智慧 生命即將改變 六根 焉耳鼻舌生意 開始要改造了 我們不再跟著我們感覺走了 我們開始學習 內觀 改造自己的思考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一個瑞相 有這個表法的意思 我們再看第三個 童子相 驚耳 視線算計 文藝色域 博仲稻術 觀念群集 那麼佛陀出世 當然有經過成長過程 既然是視線 跟凡夫一樣嘛 它就有一個成長過程 它就有 童年的時代 但是在童年的時候呢 佛陀對於算數 這個算計就是印度的算數 諸位都知道印度是算數 非常發達的國家 對於這個算數 文藝 文藝就是這個 各種這個工橋 技術 還有色域 色域就是它的這個 騎馬射箭 屬於武術 還有伯中道術 伯中道術呢 就是學習當時印度的這些 廢陀 古印度的這些哲禮 廢陀經典等等 奧義廢陀等等 那麼當然佛陀 是視線嘛 所以它從小就表現出 很特殊的 多才多藝 是描繪這個意思 我們看第四個 那七 金雲 由於後院 講武示意 現處 公中 色衛之間 好我們解釋一下這個那七項 這個那七是有一個原因的 釋迦太子出生以後 根據運動的習俗 他們大部分人家都要找項命師來算命 當然金飯坊也不例外 而身為一個國王呢 他就找了五百個仙人 同時為釋迦太子看相 那麼這五百個仙人看相以後呢 都覺得這個小孩不簡單 記住三十二相 三十二種美好的相狀 所以這五百個仙人就做出兩個結論 說這個人長大以後如果沒有出家 在世俗裡面待著 那麼是轉輪勝亡 同理整個印度 如果他出家 那麼就會成就無上的絕道 在這個修行上會有大成就 那麼這個金飯坊就緊張了 說那到底他是在家還是出家 這五百仙人沒辦法決定 我看不出來 總是兩種情況都有可能 那麼金飯坊說 那誰能夠看得出來呢 說這個世界上能夠看出來 只有我們的老師 阿斯陀仙人 說那你可不可以把你師父請來呢 這五百仙人就坐下來 意念他的師父 所以這阿斯陀仙人就現前 現前以後呢 這個阿斯陀仙人就 深入地看這個小孩的相狀 看完以後就痛呼流涕 他說這個人啊 他是八十種相 你看他每一種相 記輸八十種好 這個人肯定要出家了 他不是做轉輪聖王 轉輪聖王只有三十二下 沒有八十種好 他一定會出家 那你為什麼流淚呢 因為我已經一百二十歲了 我再也看不到 我沒有一眼見到佛陀了 佛在世時我沉淪 所以他說他成佛以後 我已經不在人世間了 他為自己感到遺憾 當然這件事情也給金方王一個警惕了 因為金方王畢竟是世俗人 他希望他的兒子要記成他的國王的位子 光要門庭 所以金方王為了留住佛陀 史琳他不出家 他做了兩件事情 在經論上說 第一個他蓋了四個宮殿 春夏秋冬 春天做這個宮殿 夏天秋冬 四個宮殿 讓他感受到非常如意的境界 第二個 在他十七歲的時候 早早讓他結婚 希望他打消出家的戀童 這個就是他納妻的一個因言 因為阿斯陀仙人 一言這個小孩一定會出家 也一定會成就無上決道 金方王為了批免這件事情發生 他就蓋了宮殿 而且給釋迦太子納妻 那麼納妻的過程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他的比武 由以後言講武四義 這個比武我們解釋一下 那麼金方王為這個太子納妻 他是找到鄰國有一個國王叫執障 這個執障的女兒叫耶穌陀羅 容貌端莊祭祖德赫 但是這個耶穌陀羅 同時有八國的國王都來提親 所以這個執障也是一個小國家 他不敢得罪其他人 恐怕產生糾紛 所以只好要求公開比武 以公平的方式 看誰能夠得勝 就把女兒嫁給他 這比武的方式就是掛一個圓盤 看你能夠射多遠 那麼一般的王子都射到二十里 提婆達多射了四十里 孫陀羅爛陀射了六十里 佛陀射了一百里 所以這個佛陀就是得勝了 所以佛陀在比武當中 他就起了耶穌陀羅 起了耶穌陀羅以後他的生活是什麼情況 現處宮中射位之間 佛陀在四種宮殿 當然過著安逸快樂的生活 當然這個地方說明說 佛法不離開世間 他必須要經過 他才能夠覺悟 所以這個那七下八將成道一定要有的 那麼從人生的快樂當中 體驗他的過世 佛陀必須以身作者 來證明他這個法是正確的 我們看第五個出家項 十九歲出家 參訪五年 苦恨六年 三十歲成道 金雲見老病死 物事非常 棄國才未入山學道 浮成白馬 寶冠陰落 遣之令環 舍珍妙衣 而佐法福 剔除虛法 端坐樹下 勤苦六年 心如所映 那麼我們先看看他的出家的過程 再談談佛陀出家以後的修學情況 先看他的過程 過程當中有三段 先看佛陀出家的音言 他為什麼出家呢 見老病死 見老病死物事無常 去國才未入山學道 佛陀那期以後 正如經典上說的 他是可以說是 現處宮中 設位之間 享受世間的快樂 但是 有一天 佛陀 他出外去旅遊 因為佛陀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宮中 那麼有一天他想去外面走一走 就帶著侍從啊 就打開了城門到外面去了 就跟老百姓接觸了 那麼他看到老百姓的情況啊 跟宮中就不一樣了 他見到四種情況 對他產生很大的啟示 第一個 他看到了老人 容貌憔悴行動緩慢 人 老如千般快樂 你是會老的啦 精神體力會衰弱的 所以你要慢慢慢慢 精神體力衰老的時候啊 容貌變得憔悴了 行動也變得緩慢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看到的病人 舉身站斗 喘氣身影 人 你再怎麼快樂 你一定會生病的 人有病痛的 病痛折磨你的時候啊 你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全身站斗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這病痛 第三個死亡死人 那麼四人抬舉啊 那麼 豪哭送吃 大家哭哭啼啼的 送這個死人的屍體 那麼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釋迦太子看到了老人病人死人以後呢 他又看到的第四種人 叫出家人 威夷記竹 身心疾盡 所以他就做出了比較 就是說 我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我繼續享受我的快樂 但是在快樂當中 我必須要付出輪迴的代價 因為我們在快樂當中 我們一定會產生愛曲 蘇博世界的快樂是充滿了陷阱 他一定把你吸進去的 你跑不掉的 所以 釋迦牟尼佛說 假設我現在快樂 享受快樂 我叫生生世世受老病死的折磨 這是第一個選擇 第二個 假設我能夠體驗到無常的道理 趕緊跳出來 我可以追求一個 沒有過世的快樂 雖然我能夠短暫的痛苦的休學 但是我喚起一種永恆的安樂 所謂的功德莊嚴 所以他就 體驗到這個人生的快樂 是無常敗壞的 他只是一時的快樂 而且這個一時的快樂 卻深藏了老病死的這種 祸患 所以他做出的重大的選擇是什麼呢 棄國才會入山學道 他放棄了一時的快樂 他希望追求永恆的安樂 這個是釋迦摩尼佛 看到老病死以後做出的選擇 那麼他是怎麼出家的呢 浮襯白馬 他是 其實釋迦摩尼佛出家是偷跑出家的 利用晚上的時候 帶著四叢 騎著白馬 穿著這個寶冠陰落 出家以後 他把這個寶冠陰落脫掉以後 讓這個四叢 帶回去 這是他出家的音言 騎著白馬 利用晚上的時候出家 出家以後 然後呢捨真妙衣 捨掉這種珍貴的衣服 穿上這個壞色衣 剔除虛華 端坐樹下 勤苦六年 行儒所應 這個行儒所應 就是做印度修行人 所應該做的事情 行儒所應我們解釋一下 佛陀的出家根據記載是19歲出家 那麼他30歲成道 所以他出家修了11年的時間 11年做什麼事呢 他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先參訪五年 他到處去參訪 因為主要知道 印度當時是一個 文化非常高的國家 我們叫做96種外道 其實是96種哲學家 修行人 那麼這個時候他參訪的這個修行者 主要分成兩類 一個是苦恨外道 小苦恨的 一個是冥想外道 苦恨外道的概念就是說 人生的痛苦來自於業力 所以說對了 那麼你要趕快把痛苦結束掉 你要讓生命痛苦 比方說你睡覺 睡在有刺的樹枝上 比方說你整天泡在水裡面 他們認為說讓色身痛苦 能夠消業障 這個是錯誤的了 痛苦跟你的思想有關係 這個色身是無辜的了 所以他這個苦恨外道是向外攀遠 第二個 冥想外道 修禪定了 讓自己無想 諸位要知道 你什麼都不想 你一時不起煩惱 但是你問題沒有解決 就如實壓草 佛法是要轉世成智 你要出現光明 來對視黑暗 不是把它壓住而已 所以外道他也看得出來 我們經常打妄想會創造煩惱 所以乾脆不打妄想 所以就產生禪定了 那麼這兩種的修行 一個是苦恨一個禪定 當然對佛陀有一些幫助 有助到 但是呢 都不是一個成道的因言 我們待會會說到 成道的因言 是要得為妙法 成罪正絕 是要有智慧的 但是當時沒有佛出世了 所以釋迦摩尼佛也只能夠 透過苦恨跟禪定 來做一些基礎工作 那麼這個是一個觸礁的情況 我們今天是不是時間到了 我這個時間8點20分 你們幾點 好 那麼 今天有沒有問題 今天的課程 請說 請說 是不是這裡第五出家性 其他的佛術裡面有看過 釋迦摩尼佛是29歲的時候 是的 是的 這會有一些差別 19歲 還有成道的時候他是35歲 是 所以這裡寫是30歲 這沒關係 因為每一個根據不一樣 我們是根據大藏經 沒關係的 因為是這樣 我們會知道 印度 他是最不重視歷史的一個國家 所以這個 那個時候也沒有文字 佛陀再次如是我們 都是用口耳相傳 可能會有一些落差 但沒關係 不影響這個道理的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很多的數據 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解釋 因為印度 對歷史的記載是比較 比較粗烈的 當然今天我們研究八項成道 我們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佛陀 他必須經歷我們凡夫所經歷的所有事情 然後再從這個地方覺悟 就是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佛法不是那麼高不可判 身為佛陀 他也是經過結婚 也生小孩 最後在覺悟的 跟我們沒有差別 既然佛陀做得到 我們也做得到 是不是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雖然妄想很重 但是這是可以改變的 這是可以改變 因為佛陀做到了 佛陀講那個四聖地 魯士道魯因修 最後魯士道我已修 我走過這個道路我走過了 所以主要知道 宗教跟哲學最大的差別 哲學他提出一個概念 人生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他沒有方法 怎麼做到 哲學家不談方法 因為這是他的理想 但是你做得到做不到 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佛法不是 佛法提出一個目標 他一定有方法的 宗教師是可以實踐的 哲學家是 以佛法說是你自己打包想打出來的 所以這個八相承道是很重要 讓我們知道說佛陀 他也是經歷我們人生所有的經歷 最後他才成佛的 關鍵是你要掌握他的方法 我們不怕你煩惱中 我們也不怕你業障身 只要你肯吃藥 你就可以改變 你如果能夠掌握一個正確的方法 諸法應延伸嗎 你掌握正確的方法 你的生命就要做出改變嗎 這個方法誰能夠告訴我們呢 當然只有佛陀出事 所以我佛法說 放下屠刀立定成佛 我們不管你屠刀拿了多久 我們不管你的過去 我們重點在你的未來 只要你肯學習 只要你肯照著這樣去做 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 你的生命就有變化 這個叫做諸法應延伸 人生沒有自信 所以這個八相承道 跟我們啟示很深 大師妃的佛陀願意 從尊貴的法身 陪我們流轉 然後從流轉當中 他自己的覺悟 他自己走過一個覺悟的道路 就是說這是 魯士道 這個道路是可以走的 是可行的 是這個意思 好 那麼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我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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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